《蜀锦录》谭松韵正夜成新剧开机,意外被37岁男儿经抄的人生故事。 谭松韵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小花演员,凭借着锦衣之下以家人之名他展现了自己的扎实演技和清新气质,赢得了不少观众的喜爱。 而他的新剧《蜀锦录》也是让人期待不已。 《蜀锦录》改编自《庄庄》的同名小说,是一部以染思技术为主线的古装剧,讲述了女主季莺莺在乱世中,化解了异庄庄家族危机,同时与男主杨靖兰相爱相守,共同保护蜀锦记忆的传奇故事。 该剧预计将于9月12日在贵州开机,拍摄周期为120天。 谭松韵此次在《蜀锦录》中饰演女主季莺莺,是他继《锦心思域》后的又一部古装大女主剧。 从之前曝光的造型图来看,谭松韵的古装造型十分美丽,尤其是一头黑发配上精致的发誓,更显得清纯端庄。 而他所饰演的季莺莺莺也是一个有着独特魅力的角色,又有着男性的胆识和智慧。 相信谭松韵能够凭借自己的演技和气质,将这个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 而与谭松韵搭档的男主角,则是有着高颜值和高打戏水平的郑叶成。 郑叶成是一位从京剧舞生转型为影视演员的实力派,他曾经在跨江湖之不良人颤抖拔阿布、三千压沙等多部剧中展现了自己出色的表演和武术功底。 他在孰锦璐心思缜密,武功高强,对记莺莺忠心耿耿的锦王世家之子。 郑叶成与谭松韵的组合,无疑是一对颜值和实力兼具的CP,期待他们能够在剧中带来令人惊艳的火花。 除了两位主演之外,孰锦璐里面还有一个意外惊喜的演员,那就是荆超。 荆超是一位37岁的老戏谷,他曾经在《如意传白发》等多部剧中出演反派角色,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在孰锦璐中饰演男二赵修原,是一个知谨大户赵家之子,因为爱恨交织而与记莺莺产生了纠葛。 荆超虽然年龄不小,相信他能够为这个角色增添不少魅力。 而荆超的人生故事,也是让人感动不已。 他的妻子小李琳比他大了六岁,在两人事业都不顺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不拍戏,一个月赚四千也要养活家人,让家人安心过日子。 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很踏实,很负责,很有担当。 后来,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华,逐渐在演艺圈展露头角, 也为自己和家人创造了更好的生活。 他是一个值得尊敬和学习的好演员,也是一个值得爱和信赖的好丈夫。 《孰锦录》是一部极爱情、商战、传奇于一体的古装剧, 拥有着优秀的原著、精良的制作、实力的演员和美丽的风景。 相信这部剧能够给观众带来一场视觉和心灵的盛宴, 郑叶成、荆超等演员能够在剧中展现出更多的精彩。 谭松运和郑叶成的合作在新剧《孰锦录》中备受期待。 然而,剧情中意外涌现的三十七岁男二角色的人生故事也引发了观众的浓厚兴趣。 这个角色惊抄的出现,让人们开始探究他的过去和未来, 以及他在剧中的角色将如何演绎。 这种意外性和未知性为整个剧集增添了一层神秘感和吸引力。 同时,谭松运和郑叶成的搭档也备受期待, 他们是否能够呈现出出色的默契和演技,将剧情推向高潮, 也是观众们关心的焦点。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感谢您观看。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订阅、不订阅。